花莲县水产培育所从3月1号开始到3月31号 开放寿礼淡水渔苗配售作业 凡是涉及在花莲县的民众 都可以就近到乡镇施工所来登记配售 使用渔苗以每人1000尾为限 观赏渔苗以每人100尾为限 欢迎有兴趣的乡亲要把握机会进行申请 欢迎现在许正会中施花莲养殖渔户经济效应 以服务花莲养殖户减少渔民到西部买鱼苗 因路途遥远运送过程又产生耗费增加成本 在水培所提供优质又便宜的鱼苗 取送花莲渔流的竞争力 而在120年度共配售7万维鱼苗 约318万户养殖户受益 现在许正会表示水培所为本线鱼苗生产 以及原生鱼种中药生态保护基地 也深更在地辅导 推广相关养殖技术 其中每年配售的淡水鱼苗 皆是专职的技术人员筛选飼料患肉率高 抗病力强的鱼种进行繁殖 以提供强壮健康制鱼苗授予养殖户 希望大家能够有好收成 欢迎水培所所长 无雅前表示 鱼苗配售作业为水培所年度地形性业务之一 水培所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咨询鱼苗繁殖培育 进行高经济价值的研发 更努力为花园原生鱼种保种 水培所也做鱼类生态解说 核酸生态调查咨询等环境教育 今年配售鱼种种类有 红乌锅鱼 黑乌锅鱼 草鱼 连鱼 猪连 锦鱼鱼 孔雀鱼 螺汉鱼 举起4C鲜 红球 该班 斗鱼等11种鱼类 相关配售种类 价格 更多资讯 可以上花园水培育所 官网查询 记得终于首捧交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